我們達達曼部落又有水利化電廠 總共有兩部主機 一部主機有400KW 兩部就有800KW 接下來就是來統合整個部落的電力 來做現在把部落能夠自主來管理自己的電力 部落主席在記者會中 會主任畫出一張未來有部落自主管理電力 電廠的力能發展藍圖 目前兩套太陽能發電系統 已分別裝設在社區活動中心以及長老教會 當天主教會的太陽能板裝設完畢之後 達魯馬克部落將擁有三個力能發電示範場 總發電量一直有10KW 我們整個發電量以20KW的發電量的話 以台灣平均的年發電量 整個台灣平均年發電量是1250度 每1KW一年可以發1250度 所以我們可以去估算一下 我們20KW一年可以發2萬多度 2萬1到2萬2 大概就是這個度數 所以大家可以再算一下 我剛才講的一度是6塊錢 所以我們整年的發電、售電的額度 大概可以到2萬、3萬、4萬以上 達魯馬克電力公司以公民入股的方式展開集資 目標設定100萬 目前第一期資金 除了部落主任投資之外 長期關心再生能源發展的團體 幾人士也都有投入 透過小而投資入股的方式 部落主任將成為這座公民電廠的主人 那剛才主席有提到 我們一百萬股 我們目前是分成一百股 每一股是一萬塊 那目前的整個進度 整個進度進到了幾次 那部落的這個存資 部落的這個存資 就是將近40% 其他的話就是一些 環保團體的朋友 很期待啦 因為參加這個入股 其實自己也蠻支持這樣綠電的發展 我的部落本身就有自己的電廠嘛 不再用核商核式的電 就是自己的電力來發展 自己部落的產業 達魯馬克電力公司也表示 希望結合多人的力量 吹深一個由在地居民 發起的原住民部落電力公司 讓達魯馬克擁有 宗族日照與水利的環境 發展成百分百的利能部落 未來能用利能收益 促進部落的發展 接著法務臺東悲難採訪報導 來吧